在介绍了无线网络的发展历史 无线网络的分类以后呢 在本章的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无线网络的特点 无线网络领域相关的一些标准化组织 首先简单的总结一下 无线网络相对于有线网络的一些特点 首先不同的无线网络技术之间 它的物理层协议千差万别 采用的通信频率 采用的编码方式可能都不尽相同 因此呢 我们的无线网络协议相对于有线网络协议 也更加的多样 更加的复杂 其次 无线网络的媒体访问控制 也就是说谁能使用信道来发送数据 这个媒体访问控制要做起来呢 也比有线网络更加的复杂 这个媒体访问控制对应的英文呢 就是media access control 就是我们这里PPT上的这个mark 最后无线信号的传输 它是在整个大气空间当中传输的 因此要截获或者监听无线信号的话 相对于有线网络而言都更加的容易 那么因此呢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这个物理安全方面的问题 另外呢 无线网络进行通信或者进行无线传输 它的能量消耗比有线传输更大 那么这也带来了后续的一些供电啊 或者节能的问题 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这个手机或者智能手机在开启了这个数据通信以后呢 它的能量消耗是非常快的 那么所以无线网络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通信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 本章的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无线网络领域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 任何一项技术 想要实现广泛的应用都必须要将其标准化 而制定这些标准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标准化组织 在我们无线网络领域的主要的标准化组织 包括这里所列举的ITU ISO IEEE和IAB ITU指的是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它是我们电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组织 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组织 下属呢包括三个主要的部门 ITUR负责无线电频率的分配 ITUT负责标准的建议 ITUD负责我们电信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第二一个标准化的组织呢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这个名字大家听的很多了 那么它制定的标准的数量非常多 数以万计 制定的标准的覆盖范围呢 也非常广 从这个螺丝钉螺纹的形状到电话的外观 那么ISO都有相关的标准 另外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 两个标准化的组织都是全球性的 一个ISO一个ITU 那么会不会出现制定标准 出现冲突的情况 那么为此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的ITU和我们的ISO他们之间呢有一套这个沟通合作的机制 避免出现上述问题 第三个要介绍的呢就是I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它是由我们电器电子工程师所组成的这么一个专业机构 虽然它不是由官方组成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但是IEE在我们的工业界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这个WiFi 就是我们IEE所制定的802.11协议 所负责推广802.11协议的这么的一个组织 另外呢这个IEE它的任务呢也不光是制定标准 还包括进行学术交流啊期刊的发布啦等等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从这个名字上呢大家就看得出来 它所负责的标准的领域呢 主要是在我们互联网领域 IAB呢是由我们美国的这个APPA项目组当中 所负责标准化的这个一个机构演化而来的 IAB呢在制定标准的过程当中 使用了一种文档叫RFC文档 这个RFC文档指的就是Request for comments的意思 我们任何一项标准想要实现一个广泛的应用 必须要处理好各方的参与各方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那么就需要我们去征求各方的意见 刚才说的RFC其实就是请求平易的意思 我们在请求了平易处理完了各方的建议以后 那么一项标准要实现推广的话 显然阻力就会非常小 推广起来非常容易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各类的标准化组织 也是我们本章所要介绍的全部内容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张再见